新加坡前外长杨荣文应邀来台出席 《亚太千里论坛》的演说 却遭到了外交部发声明指称 他的演说内容与事实完全不符 认知明显偏颇 那么台大前校长管周敏 今天在脸书指出 一位外国平民来到台湾演讲 政府竟然契机败坏的反驳 那么这演讲肯定说对了什么 更注迹感到可悲可笑 那么这个文章一出来 马上引来了上版名的网友按赞 也有网友留言说 不是话说中了 而是话说中了 两个中不一样 那么他也说人都不敢听真话 代表民进党参选内湖南港的 现任民进党立委高嘉瑜 在今天上午接受访问时表示 过去让有些支持者不谅解 加上讲话真的太直白 承诺自己会检讨反省 不希望国民党因为泛律 本土派的分裂与翁得利 担心好不容易能够翻转过来的 内湖南港 那因为我们泛律或者是 本土派的分裂导致保送国民党 让国民党可以余庸得利 我想这些都是支持者不愿意看到的 过去可能很多支持者有一些 不谅解的地方导致让很多人担心 或者是对于选情产生一些 比较忧心的地方 那我看到长辈如此的忧心 这么的烦恼 我们也是觉得这个于心不忍 也觉得说自己应该要检讨反省 来让我们的选举是更正面的 而不是用一些撕裂对立的方式 然后去彼此的伤害 社会当然需要更多的温暖跟善良 那对我们来讲其实我们表达 我们的反省跟检讨 也希望支持者能够理解 那在这个过程之中 我想也很多人去用一些 分化撕裂的方式 去造成我们泛律阵营的分裂 我想这些都是让我们自己 彼此对立 那对我们自己也没有什么好处 所以我们也不希望轻痛愁坏 过去可能有一些讲话比较直白 或者是有一些伤害到 支持者的感情的地方 那当然我们这过程中 我们也会检讨反省 其实阿中部长昨天来 就是最好的证明 因为其实阿中部长昨天 也是非常的临时 然后行程也非常的多 但他也是抽空来 我想这个时候任何的 见缝插针或是带风向 都是在伤害我们自己的选情 或是伤害民进党 或者是对于赖清德总统 所期待的国会过半 其实是没有帮助的 那对我而言 其实也都一直释出最大的善意 如果说泛律阵营 有更强的候选人 愿意可以来整合 用民调的方式 我都乐意接受 那对我们而言 在目前民进党提名我 我就必须要全力以赴 为民进党守护这关键的一席 但如果大家认为 有更强的候选人 在民调整合的过程中 能够胜选的话 那我们当然都乐观以待